各位朋友好 过去一个多月以来 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P2P网贷平台爆雷潮 也就是这些网贷平台纷纷倒闭 他们的主管者纷纷的逃跑 留下一千多万投资者血本无归 沦为金融难民 那么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其中的一批投资人受害者 通过线上线下的组织 要到北京来上访 要到北京的这个阵营监会举行抗议 要向政府讨一个说法 8月6号是大家约定的 一个齐聚北京进行上访的一个日子 那么这个消息自然也就逃不过 中共的这个严密监控系统的他们的耳目 因此中共的维稳系统 在全国布下了四道防线 来阻止这样一场全国性的维权行动 第一道防线就是在网络上面的防线 因为很多的这个联络行动 是通过微信和QQ这两个平台进行组织的 中共的维稳系统就大量的进行了封群封号 让这些访民 让这些受害者没有办法通过互联网 这个自媒体工具互相联系起来 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人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联系起来了 因此他们要在第二道防线上面进行防守 要求各地的这些领导者一把手 市委书记县委书记要把各地的他们这些上访者留在原地 不让他们到达北京 他们下了使命令 公安部下达了使命令 要求各地的一把手一定要负起责任来 如果是出现了一个人到北京的状况 那么他们这些一把手就要亲自到北京来 把他们拉回去 而且还要负严肃的政治责任 那这是第二道防线 第三道防线就是在沿途 在交通工具和旅店拦截这些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大量的侵犯人权的恶劣的事例 比如说在视频上面显示 有一位上海的旅客 她到高铁站就被无理的阻拦 认为她是涉嫌非法上访 而涉嫌两个字几乎是可以涵盖了全国所有的出行的人 严重的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出行的权利 自由行动的权利 还有一些住酒店的旅客 在半夜突然受到了中共警察的无理的骚扰 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他们也拦截了不少真正的上访者 第四道防线就是在维权行动的中心现场 北京银保监会的门口 他们布置了数千人的警力 防守在各个路口 同时也安排了一百多辆大巴士把这些被抓捕的上访者送到巴士里面 然后通过大巴士拖到北京的九进庄那个拘留中心 然后从那个地方再联系各个地区的维稳的力量 然后把这些维权者带回各自的地区 说不定还要对他们进行惩罚 进行惩戒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件事情 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回到自己的家乡 能够平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 所以希望各位网友 希望广大的民主通道 维权的朋友 大家继续关注这一些金融平台的受害者 让我们跟他们一起战斗 那么为什么这一些金融平台的受害者 要到北京去上访呢 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受害 最重要的是因为是这个政府 对这些金融平台监管不利 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应当承担重要的责任 我们全民共争平台绝对支持大家 向中共政府追责 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 这个中共政府在这一次 这个大规模的金融诈骗之中 在一个世界少有的巨大的庞氏骗局当中 他们扮演的 他们扮演的角色绝对不仅仅是那么简单 绝对不仅仅是监管不利 他们扮演着更重要更积极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实际上在这样的一场世纪大骗局当中 他们中共的官员 中共那些操控金融系统的 掌管金融系统的各大家族 他们才是真正的侵权者 他们才是幕后的黑手 那些网贷平台的经营者 那些经理人 那些法人代表董事长 他们只是白手套 他们只是中共贪官家族的白手套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个关系 老百姓我们是受害者 商人他们是白手套 而真正的施害者侵权者 是中共的贪官污吏 而这些贪官污吏的背后 是那些掌管中国金融的大家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去看一看 今年6月14号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 党委书记郭肃清 在陆家嘴论坛上面 发表了一通讲话 他说的是 如果你们这个P2P平台 你们的利润超过6% 那么我就要给你们打一个问号 如果你们的利润超过8% 那么你们的一部分的投资 就要被损失掉 如果你们的利润超过了10% 那么你们所有的本金就会血本无归 就是全部损失掉 那么6月20号 一大批的这个P2P平台 就突然的宣布倒闭 从这一段叙述 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这一次的金融平台爆雷潮 绝对不是偶然的 绝对不是民间自发的 而是由官方操纵的策划的 一场有预谋的全国性的捞钱行动 过去的这几年 他们通过P2P平台 把全国的这些中产阶级的 这个闲散的资金 把他们集中在一起 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 所谓的理财产品 把他们输送到中共的 各大贪官家族的户口上面 当这些平台被掏空了之后 当所有的投资人的钱财 被掏空了之后 他们就宣布 这些平台倒闭 然后让你们去 向这些当人 向这些平台去追讨 而这些真正的 拿到钱的这些贪官污吏的家族 他们早就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 早就把钱财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冤有头债有主 不要以为那些小商人 他们能够主导这么大一场金融骗局 没有政府的许可 他们连一个公司都开不起来 没有政府给他们站台 他们没有办法呀 持续的运作这么多年 没有政府没有官员的给他们的撑腰 给他们的背书 没有政府大量的政府机构 为他们做宣传 我们老百姓也不会信任他们 我们不会把我们的血汗钱 放在那些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的手中 我们是因为受了这个政府的蛊惑 受了这个政府的欺骗 我们才损失了这么多的钱 而这些政府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 绝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想支持那些 名不见经传的那些商人 他们没有这么好心 他们主要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方法 为自己捞钱 是那些主管中国金融的那些人 那些贪官污吏大家族 他们要把全国人民的钱 都圈进他们自己的金库 所以冤有头债有主 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个真正的侵权者 然后向他们讨要 在你们的这个维权的正义行动当中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 全力以赴的支持你们 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全民共振平台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呢 是由全国各地的一些 资深的维权运动的领袖 他们共同发起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一个组织 那么这个平台呢 主要的操作者是在海外 是海外华人来操作 因为我们海外有这个言论自由的 这样的优势 在中共不能够管辖的地区 我们相对的安全 因此呢 我们要利用海外言论自由的优势 来帮助全国各地所有的维权行动 维权群体来帮助他们发声 来为他们鼓与呼 来帮他们做宣传推动 第二个呢 是我们要联络全国各地的 这些维权群体 让他们呢 这个互相的扶持 当一个群体进行维权的时候 那我们的力量不足够 容易被这个维稳体系 所镇压所化解 那么我们这个平台 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协调行动的机制 让所有的这些群体 各个地区不同的群体 能够互相配合起来 能够互相声援 能够形成一个共振效应 产生强大的力量 实现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维权的目标 在这里呢 我们像那些P2P平台的 上千万的这些受害者 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倡议 第一个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全国统一行动 这一次大家集中进京上访的这个诉求 我们是全力支持的 同时大家也要意识到 北京是中共的维稳体系 这个严防死守的一个重点之中的重点 因此聚集到北京进行维权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么因此希望大家 有第二套第三套的备用的方案 什么是第二套备用方案呢 就是如果当我们在北京不能够成功的聚集的时候 那么当我们被阻止在北京之外的时候 我们希望所有的维权者 这上千万的维权者 大家各自在各自的省份的这个省政府门口进行聚集 如果他们阻拦我们 让我们没有办法在省政府省委门口进行聚集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再退一步到各个地级市的市委门口进行聚集 当全国各地每一个市每一个省省委 市委门口都有几千人几万人进行聚集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声势也足以撼动了中共的这个维稳体系 让他们应付不暇 我们会造成一种在全国各地维权行动 风烟四起的这样一种事态 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压力 迫使他们在这个压力下答应我们的要求 那第二点建议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同一个时间 要选择一个最佳的时间进行行动 那么这一次大家选择的8月6号 没有成功的聚集 但是呢请大家一定不要放弃 一定要继续努力 我们建议大家在国庆节的时候 再一次的聚集 最好是聚集到北京 如果不能成功的话 聚集到各地的省城 各省的省城 如果是再不能够成功的话 聚集到各个地区的市委的门口 10月1号让我们再一次大规模的聚集 让我们用今后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大家来互相串联 大家来互相的鼓励 大家来互相的结成联盟 10月1号共同行动 10月1号是一个好日子 10月1号有巨大的政治含义 10月1号因为是他们建立政权的这个时期 我们在这个时期 人民在这个时期站出来 要这个政权履行它的责任 保护我们老百姓 如果他们达不到的话 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合法的政权 所以这个时候站出来 对他们会形成最大的压力 所以希望大家记住 10月1号一起行动 那么第三个建议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直接的针对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这么大一场世纪骗局 绝对不仅仅是郑保监会的那个主席 那个小官他能够主持的 绝对不是他能够负责任的 也不是李克强能够负责任的 因为李克强总理早就被排除在 主管金融的权力体系之外 那么直接能够对这件事情负责任的 只有两个人 第一个是习近平 第二个是王岐山 中国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副主席 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是真正的责任人 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够对这件事情拍板定案 所以找其他的人都没用 直接找习近平 王岐山 那么第四个就是要提出国家赔偿的要求 为什么要国家赔偿呢 是因为这个政府这个国家 没有履行到他们的责任 没有能够监管到这些金融机构 没有控制住这些贪官污吏 所以让我们老百姓受到了这么大的损失 也只有这个国家他能够赔偿我们 因为只有这个国家 他才能够严惩那些贪官污吏 才能够没收他们所有的财产 能够没收他们的房产 没收他们的银行资产 追讨他们藏匿在世界各地的财产 只有国家才有这个力量 因此我们要求国家赔偿 第五点建议是所有的这些受害人 一定要尽量的联系更多的人 要呼吁全社会都来支持你们的正义的行动 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人数还不足以 不足以能够让这个国家 能够让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 让他们足够的关心我们 足够的重视我们 因此我们要动员所有的社会各个阶层的人 来关注我们 动员所有的想维权的人 跟我们一起来行动 大家互相扶持 大家形成一个共振效应 这才是我们的取胜之道 我敢跟大家保证 如果大家做到了这几点 你们就一定能够把你们的损失 能够追回来 你们一定能够迫使这个政权 能够对你们做出一个承诺 你们一定能够维护你们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你们一定有机会 把你们准时的财富夺回来 那么最后我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支持 全民共振参与全民共振的朋友 大家一定不要对这件事情 做事不理 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 怎么样参与呢 就是要尽量的联络 这些P2P这个网贷平台的受害者 取得他们的联系方式 那么即使是这一次维权行动不能够成功 只要我们不放弃 只要我们不断的抗争 只要我们联络越来越多的这些抗争人群 我们最后就一定能够形成一股抗争的洪流 最后一定能够成功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